如果你要學函數的話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ASC 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把全形轉半形 第一個我剛好顛倒 把半形轉全形 其他會常用的話還有這一些 其他還有相關說明 這邊有說明 函數說明點下去 其實它也會跳相關的說明 它會有點像是一個說明檔案 然後電子書的方式呈現在這邊 那你其實就可以自己閱讀 不過它這個呈現方式 就是比較呆板一些些 那你當然至少比你去買書來看 我覺得至少不用花錢 免費的資源 比方案函數怎麼用 那你可以點擊它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相關的說明 這邊的話有描述 還有語法怎麼用 然後相關註解範例等等的 雖然看起來其實說真的 真的還不太好理解 因為感覺有點像太智 但問題這個東西 如果你將來習慣它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還蠻多資源可以用的 裡面其實每一個 你可以慢慢列 將來從文字類開始 其他的函數 如果你假設都知道大概哪一些問題 可以用哪些函數的話 再來就是習慣上知道說該給它什麼樣的參數 它會給你得到正確的結果的話 那慢慢你就知道說怎麼解決 快速解決一個問題了 所以其實你們也可以再找找看 其實你們如果假如不用REPT跟LEN函數 有沒有別的方式 也可以把這一題給做出來 其實不一定只能用REP加LEN 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的函數 直接跟它講說我要三碼 然後你給我兩碼 我自動幫你補一個0 那這個函數在哪裡 其實就在文字類裡面的函數 OK 那你們可以稍微找一下 跟各位提示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 OK 就是要TEST TEST其實就是可以幫你格式化 所謂的格式化就是 你要幾個式你告訴我 那我會按照你要的格式 產生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你如果不知道 這邊有函數說明 你可以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比如說類似它這邊有 如果你要看到結果是長這樣 但是你只有數字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這個格式給它 日期也是一樣 你可以格式化 只是說如果按照我們這一題 假如說要換成TEST函數 應該怎麼做 這個可以想想看 還會更簡單 等一下試試看就知道了 之前常遇到的同學 就是那個雙引號跟單引號搞不清楚 記得啦 這邊不要莫名其妙 反正就是雙引號 你不要莫名其妙打兩個單引號 兩個你會發現 後來我發現游標放這邊 這怎麼會變成兩個單引號 原來是這樣 那真的看不出來 有沒有 但是游標這樣看 就是這樣 游標一定要放在這邊才知道 所以還好 終於原來是這個問題 另外它有什麼問題 常遇到的就是這種 還有就是說有前面沒後面 還有就是有沒有 有END 有沒有加這個END也有差 你要加對地方 OK 也就是說慢慢習慣就是說 它其實主要是把好幾個文字 串在一起的結果啦 中間其實有可能是 像09本來就一個單純的文字 然後這個F4是從儲存格 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另外的話 這個是把一個公式的結果 放到這邊來 所以串接的話 它可以有很多的形式 可以把很多的資料都放在這邊 得到一個最後的公式 OK 那不能出任何錯誤 不然的話會出現這裡 會有錯誤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看懂 到底為什麼出錯 但是 不過它我覺得它還滿聰明的 它這邊有出現說 若要避免問題 不對 它沒有發現單純 是說 它會自動幫你找問題 不過那個問題它好像沒找出來 那我是後來我自己看一下 原來是這個地方 它打了兩個雙引號 所以記得一個 它打了兩個單引號 其實是一個雙引號才對 兩個是不相通的 打過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 那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 為什麼出錯 你可以再比對一下 我雲端白板上面的公式 反正公式 對就是對 不對就不對 這個沒有 不可能說對一半的 OK 而且 也有同意說 是不對 明明就是我打對 為什麼一直出錯 其實一定是你哪邊有出錯 那我是建議你不要一次 不要一次又全部打完 你可以一步一步來 像我剛剛是分好幾個step 我先09 然後end 111 打勾看一下結果 有了 然後再換下一步 換下一步 你千萬不要 就是想要一步登天 因為如果一步登天 真的很容易出錯 OK 好 這個地方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另外的話呢 請你把前面這個 一些練習稍微做一下 比如rept 假如說我今天呢 要100 假設超過100給一顆心 200給兩顆心 那不是叫你說 我直接把這個信號Ctrl C 然後100就給一顆心 這200就給兩顆心 然後400給4顆心 那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用剛剛的rept加len的話 那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這邊的話用什麼 用rept函數 所以rept 然後把這個字給他 跟他講說幫我重複信號 然後幾次呢 就是158 但是每100給一顆心的話就出100 好 這樣的話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不對耶 為什麼跟我預期不一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公式 他向下填滿的話 C1的位置不能變動 可是我剛剛講過 向下填滿的空點 他會自動把一個儲存格 後面這個數字加1 所以如果應該我的資料在C1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為什麼變等級 因為他自動幫你變成C2 下一個變C3 如果你將來 假如你向下填滿不希望這個位置變動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就是請你在這個公式裡面 這個1前面有沒有 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也是民生必需品 就是一個錢 OK 每個人都需要的 加了錢之後的話 它就固定了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錢的符號意思就是說 請你幫我固定在這一列上面 不要因為我向下填滿 而自動幫我加1 OK 所以這個地方錢 加這個符號按確定之後 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要重複幾顆星 那公式的部分呢 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雲端 那還有像Lapt 這個比較簡單 我要左邊幾個字就Lapt 所以左邊四個字的話就插入環數 那你就找到L開頭 然後這幾個字 我要四個字 那就輸入4就可以了 有沒有 3727就有了 兩個字的話你可以向下填滿 然後把後面這個幾個字的 參數改成2就可以了 打個勾 就前兩個字 那再來的話 這個比較困難一點點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這個人 到底叫他的名字在這裡 可是我只要他姓氏 然後後面的話呢 叫他稱謂 如果是男生的話呢 叫先生 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也許叫做小姐 那怎麼辦 你總不能說 我知道我先用插入環數先抓他的姓 他的姓的話就是用Lapt 抓一個字就可以 他的名字 我要抓他第一個字 輸入1就可以了 好 但問題你向下填滿 那只有姓氏 不對 後面如果 但是end怎麼樣 那你說 我知道我把它串一個先生好了 所以你後面可以打一個先生 然後後雙以後 打個勾 他就出現無先生 沒錯啦 向下填滿 欸不對啊 可是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怎麼也叫先生 所以這個時候喔 就需要用另外一個函數了 什麼函數 判斷函數 判斷什麼呢 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幫我用先生 如果反之 因為他邏輯只有true跟false 如果是男 那就給先生 如果反之就是給小姐 也就是說性別裡面不是男 那就給小姐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加 其實你後面end啊 有沒有 你可以再串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再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呢 請你切到邏輯 if啦 OK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再多學個邏輯 邏輯if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 這個函數加在後面 那你要告訴他三個東西 第一個 你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 如果 哪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就是B10儲存格 裡面等於男的話 等於 男的話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雙以後 打一個男 如果呢 這個B10儲存格裡面呢 假如是男生的話 那你就幫我輸出 如果為初的時候 幫我輸出先生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小姐 所以打一個先生 然後後雙以後 然後 反之的話呢 就是小姐 底下就是False 小姐 扣雙以後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這邊 可能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AND 插入一個函數 用邏輯裡面的一幅 那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假如是男 那就給先生 反之就給小姐 當然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這裡面是男嘛 所以就會跳先生在這邊 按確定 有沒有 吳先生 那底下我先刪掉 如果我要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呢 他的結果 就會自動幫你得到正確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下一個是不是男 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呢 以那個邏輯來看 他就會取小姐 這個是不是男 是 所以是先生 這個不是男 所以是給小姐 這樣就OK了 那至於這個公式 假如你記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看雲端白板 其實我有講過 你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剛剛做的這個地方也有 這個這個 在這裡 就這個公式 所以在第二頁裡面也有公式 其他的部分 我想你們就自己練習 因為有些比較簡單的 像right這個就比較簡單 right顧名思義 就是取那個左邊 不是 取右邊的字 右邊五個字 右邊四個字 右邊三個字 那自己試試看好了 跟lab剛好一個左一個右 OK 然後這個是區 剛好一個左一個右 這個自己練習看看 那len這個也蠻簡單的 這裡面有幾個字 一樣用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類函數裡面的len 算幾個字 len 然後給他身份證字號 按確定向下填滿 也這樣就OK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 身份證號正確應該是十個字 不過他裡面有十一個字 那顯然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馬上可以揪出錯誤來 OK 有沒有就兩個錯誤 那性別比較困難一點點 性別的話 就是要取什麼呢 應該知道吧 身份證號的第二字 如果是一的話 那就是男生 二的話就是女生 所以我如果想要在這邊輸入的結果是 男 女 女 男 有沒有 他不是用你用眼 老師 我知道我自己用打的嗎 那問題是如果這邊四個還可以打 如果這邊有四千四萬個 那你打到下班都打不完 所以你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可能要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還是一樣 先把第二個字抓出來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就是說 再利用邏輯判斷 判斷如果是一一的話 那就輸出男 反之就是女 所以你會發現邏輯很重要 那取字也很重要 所以取完字之後再判斷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步 插入函數 那我們用哪一個函數呢 不能用left也不能用right 因為它剛好在中間 所以有一個函數叫mid函數 叫mid 取中間的字按確定 那我要取的資料在這裡 所以告訴他在b12裡面 那第二個問題是 那start number 意思是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我要從第二字開始取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幾個字啊 我要一個字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取得的結果 它給你一個1 不過請特別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呢 它給你的結果 因為它這個是文字函數 得到的結果呢 請注意一下 它前後有雙0號 那表示它是一個文字1 OK按確定 好 那這樣應該第一步就OK了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它得到的就 哦 性別有了 但問題你性別不是1或2 你要把如果是1 就是轉換成男 如果為2 就轉換成女 那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轉換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哦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1幅的函數 所以不包含等號 減下來 插入一個1幅 邏輯裡面找到1幅 如果呢 如果呢 剛剛這個切出來的字呢 邏輯等於呢 等於1的話 那就是輸出男 反之的話呢 輸入女 不過我跟各位講 前後雙0號 其實你不加 我發現那個1幅會自己 幫你貼心幫你加 所以有時候我懶得加 我就前後雙0號不打 但是它會自己幫你打 好 可是你會發現哦 這個公式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可是你按確定你會發現哦 向下填滿之後呢 全部都是女生耶 為什麼 到底哪裡出錯了呢 看得出來嗎 如果你看得出來哦 那表示你以後呢 就不會發生 很多人會發生錯誤 也是我剛剛一直強調的 就是文字跟數字的差異啦 對哦 有沒有發現 這個得到的結果哦 一定是前後有雙0號的1 那你等於1哦 這個是什麼 這個1呢 它是一個數字1 再以身有的認知呢 這兩個是不相等的 所以應該怎麼改 很簡單 只要改什麼 請你在這個雙0號前後呢 加上雙0號 就OK了 特別注意哦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我發現這個 會很多很多很多人 常常犯的錯誤 不是只有你們啦 可能在職場上 因為我遇過很多 企業的學生來上課的 常常問這個問題 不是說你是不是搞不清楚型態 原來是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你能夠搞懂 以後很多問題就不會發生了 特別注意哦 這個很重要哦 OK哦 常常會發生的狀況 這個地方哦 一定要打哦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就OK了 好啦 那這個其他我想就是 這個比較會出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取幾個字 從開始取四個字 要從第一個字取四個字 所以其實 如果用MID的話 插入函數 那一樣用文字類裡面 取那個MID 然後這個裡 從開頭就1 1取幾個字 取四個字 好 那得到的結果 應該是0551 不過按確定哦 這個地方會出現一個問題 奇怪了不是0551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怎麼它顯示 明明這個公式應該在上面顯示 它居然顯示在格子裡面呢 跟各位講 如果以後你出現這個狀況的話 原因很簡單 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 這個儲存格裡面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因為格式被改了 改成什麼 改成文字了 OK 所以只要是儲存格的格式 已經被改成文字的話 它將來出現的就會是公式 那怎麼改 很簡單 改回原來的 原來在第一個 通用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顯示 最後的結果 而不是公式的話 一 請你先確定 你格式是不是被改成文字 如果是哦 你就先怎麼樣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把文字切回通用 先按確定 OK 第一個step 不過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還是一樣呢 因為呢 它必須要重新輸入 才會正確 所以怎麼重新輸入 很簡單 郵標再放在上面的公式裡面 在前面打個勾就好了 打勾完之後呢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有沒有 0551 所以 這個可能也是常遇到的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 你都可以 比如說 第八個字取五個字的話 那就把這邊改成八 第八個字 直接改成五 這樣的話 就有了 第八取五個字 那就三例 然後第三取二 所以第三個字 有沒有 第三個字 取兩個字 這樣的話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好 成績兩個 OK 好 那其他的 我想 今天主要練習 反正就是 第一個 就是這個公式 第二個就是前面這邊的練習 自己練 把它做做看 OK 主要目的是 希望你們熟練 如果你熟練以後 我跟你說 你會用Excel 我相信 但如果你這些都不會 然後一直出錯 你說你會用Excel 騙人嗎 OK 試試看好了